3 2 1 去年台北101跨年烟火 顺利灿烂 照亮夜空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101烟火释放 是否会有改变 今年会如期依照我们既定的计划 释放精彩烟火 按照原定计划如期释放 台北101董事长张学顺 坚定宣布会比照去年规模 跟透露烟火主题 不会与防疫有关 101的烟火 是台北101公司自行独立举办的 跟台北市政府的晚会 不同单位主办的 除了101烟火释外 今年台北跨年晚会会不会举办 被师傅夺此改口 相不清楚 台北市长柯文哲 23号复议会进行专案报告 遭议员炮轰 到底什么时候停办 用什么标准 师傅现在定调了没有 15个确诊个案就停办了 15个确诊个案是要本土 本土的话 本来不是这么说的吧 对啊 那个是草案 误把境外移入合并计算 柯文哲遭议员狂轰 一改再改 对此柯P也当场道歉 是官权局长回答太快 后来又强调 目前是有一例本土 就全程戴口罩 并取消饮食摊 15例本土考虑取消跨年 会在一周前宣布 目前的情况 我们都尊重地方政府的决定 不过跨年晚会卡斯粉丝 也很期待 全出台北厂将有他 叫我一下亲爱 肖敬腾经纪人 跟平面媒体透露 一切以主办单位说法为主 另一位艺人Hibi 也被传赞会在台北台中厂演出 但经纪人手机未接 无法取得回应 官传局则说 目前名单尚未确定 要等到12月才会明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